罗宾一番借力打力 以柔克刚 将大山狠狠收拾了一顿 大山赶忙求饶 说自己以后再也不敢破坏文物 要当一个有素质 有修养的人 罗宾冷哼一声 现在说这些 晚了 他施展出百花缭乱 大飞燕草 草地上长出无数手臂 如同裹山车轨道一般 把大山当皮球一样推下了悬崖 摔成了植物人 罗宾沿着一记继续深入 总觉得找到的建筑 跟他在文献上看到的有很大出入 似乎少了些什么 他挖开一记顶部的岛云 发现下方别有洞天 这才恍然大悟 露出岛云的一记 只是冰山一角 真正的秘密藏在下面 他被远处的一束光指引 穿过阴暗的地下灰廊 赫然发现了一座 宝存完好气势雄伟的古城 这就是黄金都市 山多拉 这座古城没有令他失望 里面果然有记录历史证文的石碑 上面写道 真意藏于心 简于口 五等是编织历史之人 与大钟楼的钟声同在 这句话 又是黄金中存在的有力证明 罗宾推测 山多拉是为了守护历史证文 而战斗至灭亡的 只要找到黄金中 说不定就能找到真正的历史证文 另一边 乔巴为了抢先找到黄金 让同伴们刮目相看 已经沿着巨大豆瓣爬了半天 他爬上云层 踏入了一片遗迹之中 可怜他运气不好 立即又碰上了神官之一的欧姆 这位伤感的光头老哥 还养了一条大狗名叫圣洁 乔巴见一名山迪亚战士 倒在地上 吓得直接炸猫 避着一条狗不挤 欧姆安慰他说 圣洁从不乱咬人 要乔巴放宽心 那个山迪亚人 不过是被大火火砍死了 欧姆秉持着人性本恶的观念 认为要拯救 陷入欲望漩涡的迷途者 最好的办法就是砍死他 帮他物理超度 乔巴吓傻了 行说遇到了一个神经质的杀人狂 与此同时 拉奇偷偷溜进阿派阿多 发现战友们全都躺在地上 浑身被电脑浇黑 他找到卡玛奇利 发现他还有一口气 卡玛奇利让他去阻止韦伯 挑战爱尼路 他说 没有人能战胜爱尼路 他是无敌的神 另一边 索隆兜兜兜转转 发现自己竟然又绕回了祭团 只拿鸟为了蹭好吃的 一路都跟着索隆 趁他不备时 忽然抢及了背包 带着索隆飞上了天 乔巴被欧姆追得宝头鼠窜 本来遗迹里很好躲藏 可惜欧姆有心网 不管乔巴逃到哪里 都无处遁形 欧姆一剑直直批处 光靠剑气就能远程伤人 当场将乔巴砍翻 神志到外 艾莎听到一个接一个的声音消失 终于忍耐不住 吵着闹着非要紧到 那每天他年纪这么小 也不忍心坐视不管 墙拉着他回船上 两人正吵着 云河里忽然窜出一头巨大的蛇 天空之主本来只是来河边喝口水 不料路飞 在他肚子里拽了半天 找不到出路 一怒之下 竟然轮起拳头开揍 天空之主疼得发了风 像龙一样反动着身体 那每正和艾莎坐在危坝里 见此情形 吓得猛踩油门就跑 一头闯进了森林里 两名落单的神兵 和山迪亚战士正在solo 那每忽然引着天空之主闯来 吓大家扔了武器就逃 进入森林后 天空之主忽然望见 挂着索龙的指南鸟 于是猛地扑向高空去咬 这只指南鸟 深得卖人之精髓 毫不犹豫地扔掉了背包 把索龙送给巨蛇 自己趁机逃之夭夭 另一边 韦伯沿着巨大斗腕 只往顶部的神社冲去 欧姆早就堵在了半路上 一记拔刀斩将其逼落 就在此时 甘福尔骑着皮尔从天而降 告诉韦伯说 他刚刚从上面的神社下来 那里已经彻底被毁掉了 艾尼路也不见了踪影 甘福尔话未说完 索龙忽然从天上 扯着嗓子喊叫着摔下来 天空之主咆哮着现身 这一下局势立即复杂了起来 艾尼路的鹰犬 前任神兼天空骑士 山迪亚战士领袖 青海人和蛇怪 还有蛇怪肚子里的鹿飞 各路人马都不识省油的灯 一场大混战正式打下 索龙想黄金 韦伯想视神 甘福尔想知道 艾尼路的目的和下落 欧姆拔出宝剑 令人道 无论有什么事 都先等你们活下来再说吧 欢迎参加 存活率0%的铁肢试炼 混战一开始 韦伯便抬手一炮轰向索龙 他可能觉得 这个不知底细的青海人比较弱 可以先干掉 索龙可不会让他如愿 双方打得正欢 巨蛇在路飞的遥控下 猛地扑咬上来 索龙刚避开天空之主的恐怖毒牙 背后又冲来一条大狗 欧姆作为空虚母家 不仅教他狗 礼仪休养竟然还在拳击 圣洁是一条少见的 不咬人只揍人的狗 甘福尔凭借能飞的特长 从空中袭击欧姆 他的目标是制服神官 拷问出爱尼路的计划 此时 纳梅和艾莎被一帮神兵追得乱窜 不知不觉间 逼近了巨大斗腕 艾莎听到了韦伯的声音 急忙催促纳梅开快点 索龙接连躲开了巨蛇的袭击 忽然看见 躺在地上的乔巴 他急忙去救世 一脚踩在了机关上 被铁线割得满身失伤 他忍痛抱起乔巴 捡他伤得厉害 已经不知是死是活了 欧姆还在出言嘲讽 索龙肝火直烧 起声轮轮道 我有点燃起来了 剩下的山迪亚战士 偷在朝巨大的腕逼近 神兵们紧追不放 艾莎莎在暗处 观察着局势的发展 他就是要所有人展开厮杀 好尽快结束 这场大逃杀游戏 挑选出五名幸存者 韦伯盯上了满天乱飞的甘腐儿 用远程火炮一顿猛射 索龙跟圣洁交手出盒之后 渐渐摸清了这条狗的全路 他正要开始反击 欧姆的刀忽然变长砍来 欧姆的刀是用铁云制造的 只要用刀柄的背 填加铁云 刀身就能随意变长 所以不要看他扛着刀 就以为他只是个短手进展 这是幸存的神兵 和山迪亚战士来到此处 连纳美和艾莎也匆匆赶来 索龙和韦伯不约而同的出手 干掉了追击他俩的神兵 韦伯见艾莎被纳美挟持了 二话不说就轰出了一炮 甘福尔赶紧俯冲而下就走而已 他们刚刚飞上半空 不想聚舌 正张嘴等着 一口腔他们推进肚里 索龙和韦伯见状直接惊呆了 欧姆趁机偷袭 一刀砍翻了两人 三名幸存的山迪亚战士大怒 纷纷出手保护韦伯 一张铁线支撑大网笼着战场 将所有人都困在了里面 索龙和韦伯趴起身来 此时的主要目标 都落在了巨蛇身上 毕竟他们的同伴都在舍负里 若是拖延太多 鬼知道会不会被拉出来 拉奇这时姗姗来迟 帮卡玛吉利把话带给韦伯 叫他退兵别打了 他的话还未说完 身后忽然想起了雷鸣声 真是说爱尼路 爱尼路道 拉奇下意识举起了枪 韦伯忙叫他千万别开枪 他虽然做好了战死的觉悟 但还是不想看到 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拉奇被杀 然而拉奇一咬牙开枪了 想着能帮韦伯拖一秒试一秒 爱尼路眉头都没皱一下 随手放出一道雷 就将拉奇劈倒下了 韦伯望着这一幕 恨得牙都快咬碎了 连背后的神兵 用冲击被偷袭他 都没功夫去管 封住了拉奇的嘴后 爱尼路又开始高高在上的看戏 韦伯捡起火炮 跟索龙不约而同的冲向举蛇 心想至少得救一个 欧姆那能让他们如愿 立即出手阻挠 操纵铁云剑 跟爱犬夹击索龙 说好的无差别混战 貌似大部分火力 都集中在索大身上 举蛇的腹中 纳梅等人苏醒过来 立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甘粉的脑回鹿跟陆飞一样 还想着在蛇肚子上捅几下 纳梅赶紧骂住他 说稍微有点脑子的正常人 就不会干这种蠢事 这是陆飞寻着声音找了过来 一见纳梅顿时眼泪汪汪 哭诉了老半天 被纳梅一顿物理点拨 终于恍然大悟 什么 原来他是被蛇吃了 难怪找不到出路 陆飞灵机一动 说咱们快去找蛇屁股吧 此留一声就能出去了 甘粉一听这货 就是草帽团的船长 顿时感叹 这个世界没救了 纳梅长叹一声 说那头蛇不知为何 一直大发雷亭 害得他们被吞 他话音未落 眼神一瞥 心里咯噔一声 理机醒悟 罪魁祸首是谁了